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啦 一幅啦,好一下 那么呢,之前呢,我们就是说 为了这个把我们的影片呢 做得更好一些 尤其呢,是在就是说我们要拍Vlog的时候嘛,对不对 那么最主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把它换去了这个ZV10嘛,对不对 那么前面也有跟大家开箱了 那么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会比较顺 比较顺,就是说还有你走路的时候它并不会这么的摇这样子 那么还有一点东西就是讲说 当然,如果你要更好的这个影片的画质来讲的话呢 就是要换这个镜头嘛 那么我们现在影片的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觉得说声音方面呢 会是另外一个比较大我们需要去考虑的东西 所以呢,今天呢,大家看到呢 我现在呢,还是用着这个指向性麦克风嘛,对不对 那么指向性麦克风的话呢 很长呢,我们就有发现到一点东西 也就是说环境的声音呢,很多呢都会被收进去 特别呢,是有的时候会有这样风扇的声音 那么我现在是完全没有开 因为就是说希望说可以做一点的对比 那么今天要开一项的呢,就是说呢 我们买了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 2啦 那么最主要一点东西就是它的收音呢 我们看了很多的影片就发现到 诶,它好像收音是比较实在的 也没有这么多的环境声 当然今天呢,除了开箱也会实测给大家看 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分别啦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好,那么我们这一次买的呢就是Wireless Go 2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买Wireless Go 2呢 因为它可以有两个的录音的 那么有时候呢,我们拍片的时候呢 我老婆也是要嘛,对不对 不然的话,等一下它的声音又收不到 那么它的这个盒子外面也就这样子 然后它是USB-C的这个器材来的咯 然后还有这一些的设施都在里面 那么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其实最主要我们会买这个是因为我们收音的关系 那么等一下也会实测给大家看啦 那么在这里一整理器我看到它是有Dual Channel 就是说可以两个录音器咯 两个录音器然后有什么样的用途这样子 那么我们买的这个呢 其实比外面的市场会更便宜 因为外面卖的都是1279马币 那么我今天买的是只有1190而已 那么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照赞你买 你们可以在Facebook Patch去私了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帮他们退款嘛,对不对 那么它的盒子其实 哦,这里来讲到它还有 就是它原本是有一年的Wendy 然后要注册一下就还会有多6个月的 这个Warranty哦,就是这个 这样吗?华语要吗? 诶,它有多6个月 对,它有多6个月 这原本是一年,哇 好难开哦这个 诶,开很划算啊 对 哎呀,大货啦 盒子应该不重要 哦,真的好难吧 好,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8到半时 所以我直接把它割 割掉了 好,那么在盒子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它是这样子的 好不好 那么把它全部都拿出来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拿第一边的地方出来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 收纳袋 诶,它的质感还不错现在 来,你摸看 它的质感是还不错的 对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电线什么这一些 还有就是说明书 这个呢就是它的充电的吧 应该 Ti-C跟这个USB Air的 那么总共呢是有三条的 因为毕竟我们有三个东西嘛 然后这个呢就是它的说明书 它的说明书 说明书,OK 还有就是 这个呢就是用来连接相机和接收器的 那么楼下呢拿出来它是这样子整合的 好,大家看到吗 它全部是夹着的 那么这个呢也可以确定的它就是正版的 为什么 因为它这里还有一个QA 好不好 那么后面也有这个罗德 我们就把它打开 好了 漂亮吗 什么什么,毛毛哈 这要来做什么 这个是挡风的 好,那么其实它也不是很大力 我们可以看到 那这是它挡风的 你可以装在楼上的 它这边有一个卡榫嘛 可是没有看过有人带这个耶 很少 嗯 说实在很少 都是用这一个 哇,它连这个 干燥剂都要写罗德的耶 好,那么其实它不会很大力耶 我以为它很大力耶 很大哦 它不会大 它很小 我以为它差不多有这么大 如果我带的话就觉得很重 嗯,它而且是夹着的 嗯,来,你拿看看 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接收器来的 我先拿出来 这就是它的接收器来的 我们的接收器这里呢 大家看到吗 这一个呢 呃,是什么用途 这是开关吧 啊 然后这里呢就可以决定哦 这个是大小声 这个是说 你要选择 你要用 一个的录音器 还是两个的录音器 就是麦克风啊 这样子 那么在这里来讲的话呢 这个我们把它拿出来吧 它好顶位哦 这是什么 哦,这是 QA Quality Check吧 那么这一个 风口的话呢 它这里呢有看到 它有这个左右的这个箭头嘛 那么应该就是 看这里这样装进去吧 不容易放 哦,它只要压进去而已是吗 感觉不像 不像啊 啊,可以了 压进去也是吗 帽子 哦,它的帽子 你装好了 我装不了哎 你怎么装 可以啦 它有一个卡榫的 它有一个卡榫的 哦,落了 哎 哦,没有转到哎 应该是要转是吗 哦,就是说它插进去的时候 它有个卡榫可以去转了是吗 应该是 好,我们不理它先吧 然后这里呢 这个是它的麦克风嘛 对不对 然后这里呢就是 你装好了啊 对啦 不会落啦 不会落啦 OK 嗯 那么这边有一张纸 然后这里呢就是它开关嘛 那么这里呢就是它的麦克风 然后呢 这个有一个是你的电池的电 那么这个呢就是你有没有连接到 连接到这个 接收器 连接到接收器 那么来就看一下接收器 我们开一开看是如何的 有电码都不知道 哦,有哎 大家有看到吗 它开机啦 嗯 好,那么它的电量呢 其实还是有蛮多的 那么它它这边有展示一个E 又有展示一个2嘛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来讲的话呢 就是可以展示到说 哦,你有没有跟它们是匹配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一个E 开一粒吧 哦,你这里可以选择 大家看到吗 它荧幕里面大家看到吗 它可以选择 哦,要点击3秒是吗 不是按3秒那样 就能开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已经是连接到了 那么它也在动了 只要我有讲话 它就有动了 对不对 那么它的电池呢 这一颗的 这个接收器的电池呢 它也会展示在这里 好,那么如果我们再换一下 我们再来试看 能不能同时连接 两颗的这个 接 录音器吧 好,大家看到吗 已经是接了两颗的嘛 那么两颗呢 目前呢 都还是有电的 走 我们现在呢 就先去实测看看到底 它的收音是如何的啦 好,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我们家的外面这里 哦 那么呢 外面肯定会有一些的吵杂声嘛 我还正用着这个 指向性麦克风 我们来测试看一下声音到底如何 那么 你现在 因为我老朋友在监听着 所以你会听到 你外面的吵杂声吗 还是会有一些些 会有一些些吵杂声嘛 对不对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算起来 有123456 有6片砖 哦 那么这个砖一个来讲 平均是不是30cm 也就是说是有180cm 1.80cm 1.80mm吧 那么我们就测试一下这个声音 到底是如何的 那么 大家可以听听看 觉得有分别吗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因为看我的罗德还挂在这里嘛 还没有开的嘛 对不对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是如何的呢 好我们现在就来换一下这个罗德的麦 我们来看看下 到底它的声音是如何 因为你在外面 然后现在还有电烂车声音 你听到吗 电烂车的声音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很明显是吗 可是又好像有那种 叉叉叉的声音 对不对 好我们现在来换一下罗德的麦吧 好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吗 我手头上拿着这个就是我刚才的指向性麦克风 我拆下来了 那么我现在呢 就带着这个罗德的 那么相信罗德很容易看到它有一个蓝色的灯嘛 对不对 很容易看到我就是有开着了 那么大家现在觉得我们还是站同样的距离 就是1.8米这样子 那大家觉得说我们这个声音是如何啊 有没有听说 有没有感觉就是讲说 它的声音好像说我讲话声音是比较饱和的 跟这个指向性麦克风 我们先不去讲说环境的声音 我们先讲说我的声音讲话是不是有比较饱和这样子 那么大家感觉这个罗德的麦 还有跟这个 这个是买博威亚的 博威亚也是有指向性麦克风 但是它同样的也是有一定的弊端 就是说当你如果不是用这样子的麦的时候 可能外面的声音呢 你就会比较明显 还有你讲话声音呢 就没有这样的清楚 大家听得出来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炸种枝下去千多块 去买了这个罗德的Wireless Go2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是从外面这个测试回来了嘛 对不对 那么当然你带这种罗德麦的时候呢 衣服呢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不然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它就会这样拉扯你的衣服 拉下来 或者是说呢 你们也可以另外呢去买这种 接了之后呢 可以从楼下拉上来的 这个 我们叫Colus麦吧 应该是吧 还是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就是你可以接接着它 那么大家现在呢 可以看到我是用罗德的麦吧 对不对 那么会不会觉得说 其实我的声音呢 是比我用这个指向性麦克风 收得来的更清楚 就是说 身边的声音呢 至少呢 没有这样吵杂 那么如果用这个来讲的话呢 我前几个影片呢 就有听到就是说 在我讲话的时候 还会听到有那个风声啊 还有是回音很大之类这样子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去我别的影片听听看 看看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些声音的情景 那么当然呢这一些呢 就是为了可以把这个影片的升值吧 就是把它再提高一些 当然为我们不是本身专业搞这种的 只是说哎 看了影片呢 很多人用了之后呢 可以感觉他声音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说 就是让大家呢 可能听的时候会比较清楚一些 当然再配上这个字幕的啦 好不好 好 那么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是建议的话呢 都欢迎你们在底下 或者说哎 你们懂得怎么样子调声音呢 也可以大致上在底下 教佐格拉下 因为你们也不可能说讲的太仔细 因为毕竟用写的是会比较难表达一些嘛 好不好 那么还有就是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 记得一定要按赞订阅还有分享咯 我们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生活类开箱啊 还有就是说这个旅行类啊 都会更加的陆续去上传的啦 发布了好不好 好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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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